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我是经济日报的李国卿 港股经过星期四轻微调整75点之后 今天又反弹了昨天的跌幅,升了84点 又回到星期三收市委附近 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是摩迪崔腾讯 没讲到题目之前,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 存在恒新反弹了84点,收报2603 成交就少了,不够900亿,只有889亿 大家看看恒新的图 全周恒新升了164点 但基本上其实仍然都是保持在28001到28008 这个横行波幅区之间争持而已 今天波幅区很窄,你看到小型十字星 当然了,市场在等待美国公布的就业数据 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看看有没有什么消息出现 所以在这儿牛皮真词 不过这样外围市况做好的 所以估计港股在这个外围市况大动之下 有机会就向上升了 另外最紧的是股王腾讯也会支撑港股 所以暂时来看是向上的机会是稍大一点的 有机会在下个礼拜挑战28800区 即是这个外围市区的阻力 好了,外围市况怎样好呢? 道指昨晚都是创新高的 最高见过23531点 收都收在23500点之上的 收23516,这个就是收市位和职市位都是创新高的 那些平均线排列都很理想,走势良好 德国股市也是,走势都是良好的 那今天现在都是升少少 去到13473这些水平 有机会升到13500区 都是历史高位来的 日经指数呢 今天都是升119点的,升0.5%去到22539的了 那这些又是20多年的高位来的 那你见到,美国、欧洲、日本这些股市 一直都是向上攀升成熟市场向好的 那新英市场的港股虽然没有它们升得那么厉害 但是都估计,都不会说暂时没有什么 有因是真的会大跌 除非这支金呢,就全面撤了新英市场 但是这次来看,都未必会住 因为什么呢,因为新英市场有很多股份 其实那些业绩和新经济股 都很受国际投资者欢迎的 那讲的是腾讯 腾讯今天呢,帅哥 升了1.7% 6.2,收报368元 最高见过368.4,这些都是历史高位 那为什么会升得好呢 因为呢,因为市场呢,憧憬它 第三季的业绩,即下星期公布,第三季的业绩就会好 那摩迪,就是摩根士丹利 摩迪又吹奏了 将腾讯的目标价上升到420元 建议大家争持 那摩根士丹利那个看好的原因呢 最主要呢,都是觉得这只股 它的未来广告收入啊 和那些游戏收入啊 都是会稳定增长的 那,大家看回这个图 腾讯呢,走势上高呢 突破了这个上升通道啊 这个形态那样 特别是上高这条轨子升穿了 这样的话,它有机会呢 就会形成一个更加斜的升势 就是可能呢,这里会升得再快一点的 会不会是这样呢 下个礼拜的业绩就很紧要了 那摩迪吹奏,说看好腾讯 他估计呢,第三季那个盈利呢 就是非通用会计准则下的纯利呢 有成167.5亿人民币的 按年就上升了42.7个percent 按季就升2个percent 那,昨晚 美国上市的阿里巴巴公布的业绩 优于预期 Facebook业绩优于预期 那这些科网巨头业绩呢 全部是向好的 刺激的股价呢,都是上升的 那,苹果呢,已经去到 升到第一只股份,全球第一只股份 去到市值9千亿美金的了 那,阿里巴巴昨天呢 都去到3万8千亿港元的了 那,腾讯其实相对落后一点的 这一排呢,其实升得不是很多 今天呢,虽然每天都是升些升些 但是不是很多 其实是有机会追落后 如果下个礼拜公布的业绩理想呢 是有机会向上冲 就算不去到482 你说388 到400元这些水平 都是仍是有机会的 因为现在它凸头向上 所以摩迪崔腾讯 大家要留意了 好了,今天分析是这么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